我是在Gay界應該沒人要 OK齁 所以OK齁 你要永遠 老師你好不容易瘦下來了 你要永遠Keep fit 維持身體健康 維持身材苗條 Impossible 好難喔 我昨天才在跟我太太聊天聊一件事情 因為我這個月都在應酬 因為新課要開嘛 就很多補習班的主任 老師啊你有沒有看 老師有沒有看 小弟還蠻紅的 到處有人要 OK 今年男子也有啊 對不對好帥 OK好 五百多個進去 哇 OK 可是其實我是看人上課 你說錢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 全台灣的補習班都知道 錢就不用經過我 那個清談的補習班直接說 聽說老師您的那個經紀人 會直接跟我們來談你的那個薪資 我說 對我老婆 真的他們都直接都知道 然後都直接聯絡我老婆 就印我老婆的那個帳戶 都沒有我的 所以其實我真的賺多少錢 我真的不太知道 我真的不太知道 坦白說不知道 我只知道 應該還可以 因為我太太給我的零用錢 我覺得還算夠啊 對還算夠 他就我說 你一餐吃多少 我就跟他講 一餐大概250上下 噢 噢 靠什麼 不可以嗎 不錯啊 對啊 應該250上下 差不多啦 不要吧 早餐你一定賣剛好 點了最貴的175套餐 吃完不夠 再去外面吃個巧克力貝果 這樣就200了 很快 隨便都200 好不好 中餐你吃個肯德基套餐 那個雙人套 那個什麼 雲子餐 然後加那個 雞米花加蛋塔 加飲料 也要180啊 吃完了之後 一定不夠 再加個冰淇淋 不就200了嗎 晚餐不用講啊 晚餐隨便點到500 對啊 去二鍋啊 鬥牛市啊 牛排啊 對不對 還有你們隔壁 你不要看你們隔壁 那個什麼 那個青州小菜 味道爆炸欸 一條魚 我上次一定要點一個便當 加一條魚 他說先生你確定要這條魚 我說怎麼了 這條魚180 好 我發現雷蒙老師 I found 動詞 雷蒙老師 你以前會這樣子喔 動詞 that 我發現that Raymond OK 你用名詞子句可以的 I found that Raymond is gay 我發現雷蒙是同性戀 OK這樣沒問題 但引導子句這是句子 可以的 可以的 但不要這樣子 請問一下 你放屁會脫褲子嗎 會 看來表演 你放不下 來喔 喔喔喔 不是大便 大便那樣要脫褲子啊 哪有你大便不脫褲子啊 放屁不用脫褲子 所以這個沒有錯 所以我給這個評語叫可 so I find 我發現 這件事 名詞只去學過當壽詞對不對 整個當壽詞 I found that the right ins game 而且這對還可以省略 不要寫 沒問題 所以變成I found the right ins game OK 但是現在有這個句型 叫做五大句型的第四句型 受詞 補充說明他 同學來 今天我寫這樣 你看我講 我跟你講喔 我知道喔 我發現雷蒙 欸 我跟你講 我發現雷蒙 我告訴你 OK 這話有沒有完整啊 沒有啊 我跟你講喔 我發現成功補習班 然後 對不起 你這樣句子不完整 你發現成功補習班 怎樣你要講啊 A錢 還是裝新的冷氣 還是導師換36F的 名字叫做優雅 然後剛好住山上 欸山上優雅現在被大陸封殺欸 因為他昨天在網路上說 台灣是我最喜歡的國家之一 大陸人就說 不要再看山上優雅的A片 我也不相信好不好 OK啊 現在比較紅就山上嘛 不然還有誰 南優 南優是誰 南優好像都沒有說明了 加藤 喔那是老鷹喔 哈哈哈哈 好上上上 OK OK 這樣不完整啊 這樣不完整啊幹嘛 不完整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完整說明 所以各位同學 形容詞可以擺這裡 當然他還可以擺分詞 他可以放形容詞 可以放分詞 也可以放分詞 也可以放分詞 被動PP 形容 IMG主動形容詞可以 所以我跟你講 我發現我真的天到了秘密 I found Raymond Gay 直接寫就好了 授詞補語書補充呢 欸我發現我兒子在讀書讀得很開心 I found my My son happy in his school 在他學校 我發現他很開心 你就不需要這麼長長寫 所以這是可 這個是 假 為什麼 英文的文法是叫順便教你終極寫作 你要考英簡終極的獲得字 應該沒有人考學測 如果這裡要去考學測的同學 你會考到英文寫作 那英文寫作 要用 最少的字 用 我好像吃到蚊子 用最少的字 欸老師吃到蚊子 你們笑到 有個人說最後面那個床 你們笑到快要掉到窗戶後面去了 OK哈 不用這樣子 用最少的字 然後能表達出最多的意義 那就是好句子 像這兩句來講 這個字多了一個跟兩個 這個就是 可 文法沒錯 可接受 但這個是 加什麼叫加 它比較好 聽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 所以如果你可以用分詞扣句 你可以用那個分詞片語盡量用 因為它會省去witch 它會省去連接詞 這種就可以大啦啦的用 但是如果你要特別強調連接詞的意義 那你要把連接詞寫出來 聽懂嗎 聽懂齁 我們這邊有幾個是從高一就開始上我的課 OK So I thought Ray 我發現他真的很帥 I thought Ray fucking handsome I thought Ray said adorable 來告訴你一次 Adorable 謝謝 女生以後形容男生 不要老是用Handson Adore 謝謝錯了 Adorable OK哈 Adorable OK 以後不要老是用那個 Oh you're so handsome 你好帥喔 其實Handson翻英俊啦 你平常不會說人家英俊嗎 你平常不會說人家英俊嗎 喔我真的覺得雷門好英俊 我自己都聽了覺得噁心 形容帥用這個字 因為Adore 各種東西 A D O O R E 這個字是比愛還要愛 所以叫什麼 愛愛 對不對 我在教什麼 OK 就是 戀愛 我真的好愛慕你喔 你懂嗎 又愛又羨慕 那Abo 那Abo叫能夠 能夠 能夠讓人家 愛上的 所以這個字 在字典裡去查 它會翻這個字 叫做 可愛的 這個可愛 不是Cute Cute是指外表 很可愛 那個叫可愛的 這是可以讓你去 愛上他的 那個可愛的 所以 如果你在看那個美劇 或者是我們一般講的西洋劇 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 我聽到這般怪怪 沒什麼出來很難過 OK 西洋劇在這裡 最近的美劇一個要追就是那個 The Game of Thrones 冰與火之歌 或者是台灣翻譯叫權力遊戲 Throng就是皇冠的意思 The Game of Thrones 知道嗎 小龍女啊 那個Dragon 跟那個Bit Snow啊 很好看欸 第八季啊 拍第二集 有追的舉手 沒人追 一定要追 英文非常好 那裡面的英文都很好 然後再來 他殺人的那個鏡頭都沒有 都沒有剪掉 砍頭血就噴出來 含血腥 再來 再來 他色情的畫面 三點全都 一刀都沒剪 而且他們有皇帝 皇帝通常都是七八女生 七八女生全部裸體一起來 都沒剪 所以他 他在電視上播那些剪掉 但網路上都沒有 這就是他哄的原因 你是想今天我的後宮癥癥傳 我們今天的延禧攻略 黃盪 黃上 黃盪 黃上陰盪 黃上哄性的畫面都沒有剪 你覺得會不會哄 會 知道嗎 一定哄 可是他們老外不care這個 還要求劇情的完美完整 這蠻好看的 OK 所以 如果你去看那個Sexual City 叫慾望城市 或者France六人行 這種很棒的經典的美劇 他們一群女生在形容男生長得很帥的時候 他們會用這個字 他們不會說Handsome 男生不要講話 男生把嘴巴閉上 女生跟我造個句子 You are adorable 女生來 預備 請 這把互動也不好啊 學習英文的動力也沒有啊 這樣你念的句子不死啊咩 好男生來男生秀一下 男生把你們的英文能力來 男生跟我講女生避水 夠唸一次You are adorable 男生把那個流暢度唸出來 不要 You are adorable 不要這個 夠唸一次You are adorable Ready go 謝謝 你看我們男生就是霸氣 我們男生是可以交往的 好不好 可以去 來往下 所以各同學來這邊 要講的是 補充壽詞 壽詞補語 它很簡單 但你一定要聽過這麼長的解釋 跟各同學 你不要看我 阿拉莉莎 我在教的當中 我造很多句子 我用聲音在影響你的腦袋啊 到後面你不用背這句型 你聽聽 欸老師有講過欸 I find a reminder Tourable 然後你看到相同的劇情 你就會了 你就不用公式背 那很累的 我不是一直喇哩菜 我一直在循環 用聲音去影響 Be careful 是English voice language 它是一個聲音的語言 你要用聲音去讓你自己 記住這個劇情 然後我讓你唸出來 就是feedback 所以那個唸 你不要錯過那個機會阿 你一定要唸出來阿 欸我真的覺得雷門好胖喔 怎麼講 預備 I found Raymond 對阿 多棒阿 可以嗎 你看 講feed的全班就唸